以色列圣地和西岸就连圆顶清真寺 全都盖上白雪 耶路撒冷周三降下大雪 吸引许多人出门看雪 孩子开心打雪仗 因为实在太难得 只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威力可不小 天下两天漫天飞雪 几乎遮蔽视线 为了避免危险 主要公路被迫关闭 学校也在周四全面停课 约旦地区同样笼罩在冰雪世界 首都安门就像盖上厚白毯 还得出动铲雪机开路 车子全埋在雪堆里 当地积雪量最高达到20公分 温度降至零下9度 伊拉克北部天气急冻 就连山间的瀑布全冷到 变成冰柱 当地人只说像这样的大雪 和刺骨寒风 过去根本没见过 机动低温也出现在美洲 芝加哥的轨道烧了起来 火车就行驶在令燕中 当地气温骤降 点火是避免轨道冻结 因为美国东部沿岸 周末将遇上炸弹气旋 目前风暴路径很难预测 但官方严正以待 要民众做好准备 TVBS新闻最后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